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她早前承诺的是抖音粉丝到100万才摘口罩 但目前郑女士抖音粉丝还是停留在90万 提前摘口罩的唯一解释就是等不及了 因为再不脱 郑女士就凉了 9月9日 郑女士开启了她的第一场直播 和当初被她维权的智能锁商家合作带货 谁知却翻车了 本来网友进来都是为一睹郑女士真容的 可谁料她不仅只出现了几分钟 全程还都戴着口罩 丝毫不提露脸的事 这下网友们就不买账了 于是直播间被不露脸就不下单这句话刷屏 虽然郑女士为商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 但当天的销售情况非常不理想 直播间总观看人次超过80多万 最高峰涌入了3万人同时观看 可下单的却寥寥无几 之后郑女士才慌了 隔三差误的就跟网友们说 不是不拖 只是时机未到 可这就像是狼来了的故事 光说不脸 网友们也失去了内心 我们从郑女士视频点赞量的巨大滑坡 就能看出她逐渐在失去网友的好感度 之前视频的点赞量动辄几十万 而最近更新的视频点赞量 直接下滑到两三万 甚至还有几千的 于是郑女士为了挽回人气 才会不顾之前百万粉的承诺提前露脸 郑女士急不急咱不知道 但她背后的团队应该是挺着急的 那么郑女士真有团队吗 她的背后推手又是谁呢 咱们先把时间拉回到三年前 当年的发际线男孩小吴 就是从1818黄金眼走出来的网红 当年小吴被一家黑心理发店坑了四万块 本来发际线就与众不同的她 眉毛还被修成了两把砍刀 一气之下小吴变向1818黄金眼爆料 结果节目播出后 小吴因为机关头和砍刀眉 成为搞笑表情包走红网络 各种综艺通告纷纷找上了小吴 最红的时候还能跟影帝无阵与平起平坐 从小吴身上开始 1818黄金眼似乎就找到了流量密码 于是这几年我们看到频频出现在节目中的素人 都是一下就能抓住观众眼球的 其中以高颜值素人居多 有网友就整理过1818黄金眼出镜国的帅哥美女 甚至戏称他们的加入形成了1818黄金眼宇宙 而且这些帅哥美女无一例外都成为了网红 因此1818黄金眼节目组也被网友 指以为维权节目变成了选秀节目 也有网友笑称节目组整个就是一个网红孵化机构 事实果真如此吗 通过网上查询 1818黄金眼的出品方 是谁将黄金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该公司在去年就成立了名为黄金眼MCN的机构 主要业务包括短视频孵化 账号带运营 电商直播 网红直播培训 品牌全案打造等等 奇观网显示 目前该公司已签约内容生产者超500位 还真是妥妥的网红孵化机构 1818黄金眼曾有个被出租防御式玻璃割伤的帅哥小张 就是黄金眼MCN成立后出道的第一个主播 早前曾在抖音直播带货 而节目中有个遭遇租房纠纷的刘女士则是第二个 目前抖音粉丝80多万 对此 我们也不得不怀疑这些帅哥美女所爆料的新闻 里面是否存在节目组策划好的剧本呢 而且根据这档节目颜值及正义的标准 那是否维权者还得实现通过节目组的颜值筛选呢 是否长得丑的就没有资格通过节目维权呢 最后 我们也不得不发出一个疑问 就是民生报道成了网红发觉 还用他们来收割观众消费粉丝 1818黄金眼这样的操作模式真的好吗